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非常忧心自家菜园的状况 感觉连往年轻易可以种好的品种都差强人意 确实人斗不过天 极端天气不利于树果生长 今天请大家来看看我的庭院树果 每一区域都真实展示 包括种的不好的 也许能给你一些参考和信心 先看我经常望拍的前院这一块 这棵柿子树有十几岁了 属于靠天吃饭那一挂 年年大分寿 今年应该也不例外 下面的树丛里我埋了一棵金银花 也是个省心的 两色花还挺神奇 最佳采摘时机就是像这样快开放的时候 旁边的这一盆荷花快开了 可叶片发酵显然肥大了 这些扶贫应该会慢慢吸收掉一些过剩营养 挨着的这一小块地种了好几种 中间四颗辣椒都已经开花结果了 这个传家宝樱桃番茄皮有点厚 但味道相当好 馋量一般 这颗荔枝番茄实际上是一种姑娘果 花朵美丽 只是红身上下长满了刺 不知在进化过程中受过怎样的伤害 连果子上都有刺 不小心就会被刺痛 我也是找虐来的 只想品尝一下樱桃味的果子 这颗大的是过了冬的枫林辣椒 期待小枫林挂满枝头 应该不远了 下面还有一颗西瓜 第一次种 怎么感觉生长不够旺盛呢 有敬业的朋友请不吝赐教 前院的这几个盆里的草莓状态也还可以 细水流长式的贡献果子 车库两旁的三角莓正灿烂 后月侧门边的这颗佛手瓜 熟悉我的朋友已经都看了三年了 今年算正常 换个角度来看看 正是长测枝的时候 大家别忘了摘美味龙须菜吃啊 现在可以尽量摘 等到快开花的时候 想吃瓜就不要再摘了 具体采摘原则可以参考我的这期视频 这些是从朋友那里挖来的夏威夷酱花 据说又香又美 但来我家两年了都没开过花 也许不喜欢这个环境 这里其实是种了一颗光皮佛手瓜 长得也不好 旁边的山药豆好像生命力还强些 下面这块就是新西兰菠菜的地盘 是我夏天野菜最可靠来源 这里的砍瓜也是第一次种 感觉挺皮实的 已经摘过一次嫩瓜了 没想到它会长这么大 到处爬 估计这架子够呛能撑住它 为了给新西兰菠菜避阴 我一个多月前在这里种了紫红梅豆 但生长极慢 唯一庆幸的是 这几颗躲过了虫子的魔口 总算活下来了 侧面这里的丝瓜就没那么好运 第一批全体被虫子咬断脖子 这个看来也要牺牲了 本来放了油酱盒特别管用 可最近我家小黑不喜欢这味道 稍不注意就给埋土 这个菜床大部分是黄瓜 这边是才种下没几天的 还直剥了一些矮豆角 这一部分是早些时候种下去的 应该一周左右就可以有收获了 边上是几颗苦瓜 有朋友担心黄瓜和苦瓜终于起会串味 我的实践结果是不会 但肯定不能流种 否则便意会很大 这块菜地的苦瓜长得更大一些 似乎比往年更早一些开始结果 也许这个品种好一些吧 同菜床还有几颗二斤条和茄子 都还写得很单薄 相比较而言 旁边这一块种得太挤了 这颗番茄是自己长出来的 现在还判断不出品种 初步认为是传家宝粉色白蓝地 中间的几颗辣椒有点叽叽巴巴的 这些黄瓜都是第二批鱼苗的 第一批不是被稻春寒冻死 就是被虫子咬断脖子 这是长得最大的两颗 已经收获过了 挨着的这颗长形的人参果 长得实在太茂盛了 我需要不停揪叶子和树枝条 果子结得还不错 就是彻底挡了这一部分豆角的阳光 这一块地主要是几颗秋葵 最近天热总算长起来了 这里还有一颗刚种的意大利瓜 这是罗马西红柿 小小一颗产量不错 这个是过冬了的大青椒 三岁了 后面这一半是羊浆 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我这几块地都在混搭不同蔬菜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做可以迷惑害虫 我倾向于是有帮助的 这是水培的瓷菇 感谢菜油寄来的苗 叶片很漂亮 第一次尝试 看看能不能成功 这一块一大半是番茄 好几个品种 产量比较一般 像这个黑子的这么高了 才刚开始挂果 后面是雪裂果 长得挺慢的 这边又是几颗西红柿 寄予厚望的超铁一白 表现也比较一般 也许是被旁边的桃树影响了 它现在长得实在太高了 有三米多 收获后必须要降低高度 春天时很新蔬果了 有大鸡百 还剩很多果子 就不知道会被松鼠祸害多少 桃树下的这颗冬瓜还很小 旁边黄色的summer squash 将苗了很长时间 刚刚开始长 这个菜床 这个菜床整个欣欣向荣 玉米地很茂盛 很快就可以摘了 我也掏中了豆角 感觉我这里这样做不是特别有效 因为豆角才开始截豆角 我总不至于收完玉米 还让玉米杆子一直呆着当豆角架子吧 而且玉米过一阵子绝对会生虫子的 这几颗白茄子长是挺好的 这里的草莓 结完果子就疯狂长走劲 旁边的辣椒也开始结果了 这是香蕉辣椒 这是我目前为止表现最好的一块番茄地 最早下地也最早成熟 都是很看重的品种 以后有机会详细说说它们的表现 这个black cherry传家宝 味道口感都非常好 已经很高了 跟旁边的枣树顶端结上了 这棵枣树是去年嫁接在酸枣真木上的 当年就结了几棵 今年显然更多 这里就是嫁接点 旁边是我去年那棵原型人参果一栽过来的 早些时候被红蜘蛛害得很惨 现在终于缓过来了 前面是意大利瓜 又该收瓜了 这个发红的瓜是红蜜王南瓜 据说很面很甜 还以为它是像贝贝南瓜那样的小瓜 没想到长这么大 这棵枣树下的红蜜王南瓜小一些 而孤独长在这里的草莓居然很高兴 一直在不听结果 旁边还有过冬了的Fish Pepper 和一颗长世不忘的长新人参果 其实正合我意 过了冬的日本甜辣椒继续领跑 不过今年新种的也要赶上来了 这里的盆栽草莓表现也还不错 原本长得好好的西瓜突然枯了 现在就剩这一点叶片了 估计凶多吉少 旁边这块地的这些西红柿 其实都是菜有给的很特别的品种 可惜表现不好 早早就生病了 我今年精力不足 就佛系种植 到目前一次药都没喷过 正该帮帮它们了 后面的豆角虽然开始节豆了 整体表现很一般 我觉得顶上邻居家这棵烂树 没其好作用 花粉到处落 真是恨透了又无可奈何 现在担心它会不会影响下面的番石榴 它也到开花季了 值得欣慰的是 在采取了有机防控措施后 苹果今年绝大部分都完好 分手可期 另外这颗无花果今年表现也很好 这是第一批果的最后两颗了 第二批果现在看也很多 靠无花果树遮阴的生菜和苦菊 终于长起来了 这些洗凉的叶菜在我这里的夏天很不容易种 于是今年来尝试耐热的空心菜 不知在干旱的北加州表现如何 去年成功种成了同样喜热的红线菜 现在长在立体种植器里的两种线菜 看上去也很happy 这个种植器真种了不少东西呢 没有地的朋友可以多一个选择 在他家有sell的时候买最合算 旁边的草莓塔仍然表现良好 蓝莓也一直在临新收获着 好看的粉色柠檬水吃起来一点不酸 都有点太甜了的感觉 往年这里种花 今年就种了一场排姜豆 因为怕虫子咬 埋了不少种子 出苗率也太高了 失业一下这样秘质会怎样 韭菜因为前几天高温干旱 这一茶非常惨淡 所以你看我也有种得很糟糕的时候 不过看到旁边又一茶花盛开的玛格丽特菊 得失之间顺应自然吧 今天的分享暗区域走有些杂乱 也正是我们自家庭院种植的显示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